哈喽大家好,李妮妮 又到了我的夜宵时间了 最近天天在吃外卖 老是不知道吃什么 刚才下午吃完饭之后 看见是睡着了,这刚醒了 看了活的外卖还是那么寂寥 怪无聊的 我准备今天自己动手做 一会看看冰箱里都有啥 好了,来吧 咱们开始动手 我准备煎个五串肉 做个饭 夹个三明治 夹个小汉堡 夹个菠萝包 预热烤箱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前段时间买了十斑午餐肉 煎一下 我要用这个三明治 刷上油 然后把它一片片放进去煎就行了 我觉得这样比锅里虽然煎的少 但是它不会崩到到处都是 这样吧 菠萝包呢 我就准备从中间给它抛开 然后再夹进去两片厚厚的 刚刚煎过的五串肉 多刀冒出来 它的边儿有点不好看 我给它啃圆 圆味的菠萝包 我就中间夹点黄油 简单的夹两片五串肉就好 我下一个三明治呢 这个是酸甜味的海藻 加上这种没煎过的五串肉 再来一片芝士 这边再来一点芡末味的海藻 盒上进烤箱 这个一会儿要进烤箱预热一下 这是切一半的牛角包 这是一口的那种小面包 这是巧克力的 这是菠萝包 这个呢是一会儿准备下锅的午餐肉丁 放上咖喱 关火 我们饭桌上见了 我来了 这是刚刚在冰箱里找到的那个蔬菜沙拉 我本来想买它 给它们夹到面包里 但是我以为我妈的罗素汁 拌什么蔬菜都好吃 这边还有两个三明治 其实我夹了三个 但是有一个已经被我给吃掉了 刚刚在这等饭的时候 好了 我的午餐肉丁 在这里 我的午餐肉丁 人满了 好了 我要开始吃了 现在这个吧 先买这两个多余的三明治吃点 这个就是我家的那个海藻的三明治 你们吃这个酸 看中间的夹食 好吃 嘴棒 今天的晚餐准备大概 四十多分钟 我还满意 等一个外卖今天也要好久吧 而且你不知道 我把外卖从小市门口搬到家里来有多麻烦 好小心心哦 这个现在还是热的 个人觉得没有这么好吃 因为我第一次尝试土司面包里面夹这种日式的海藻 以前这种海藻我都是拿过来拌饭的 第一次尝试夹在土司里 超好吃的 而且它是脆的 还是脆的好吃 脆的它就是酥酥的可不可以 这个呢有点干 我先吃这个吧 酥酥的牛角包加芝士加午餐肉 这个的酥和刚才那个土司面包的酥 还不是一个酥 土豆泥加这种一口小汉堡 加一个煎好的这种五彩肉 先放在 因为那个的土豆泥被我一口全都咬没了 没有给你们看到夹馅的地方 看这个 我特别期待这个 巧克力的泡泡包 上面的巧克力都已经被烤化了 好中间这种厚厚的五彩肉 哎呀 好像脏脏包啊 它还有酥皮还能掉渣 这是什么神仙面包啊 请忽略我的样子好吗 它的巧克力酱 等我吃完哦 这个真的拿得起放不下了 太好吃了吧 我要送给我妈吃 我应该最后点吃那个吧 现在感觉其他东西都索然无味了 要吃饭了 其实再放点芝士还是好的 但是我真没必要 这两个你真很出财 这个午餐肉给我的感觉就是 软软的糯糯的 虽然肉都打碎了 但是你却能感受到肉的香气 因为它这个肉 它是有一点肥的那种 我刚才煸的时候也从午餐肉里面变出好多油来 我要去拿我的饮料 哎呀 这个可乐这个东西啊 你要真时间长不喝了 还真是不香 但是大家比方说我如果吃红烧肉啊 或者是吃火锅啊 吃那种扣肉啊 手锅鸭这种东西 我还是想喝一口 还是最近 我还搭一勺的绿茶 大家以后可以跟我叫 绿茶上瓶 不要提我叫可乐上瓶 绿茶上瓶有点不好听 很好 少了大勺子有点差事 因为前两天我回思维 我发过私信说 你我的嘴巴掺住了 虾额特别疼 以后你不要用那么大的勺子了 我还很认真的回来个好的 我只是觉得勺子大吃起来比较爽 其实我觉得午餐肉的吃法 有很多种 比如说 疫情期间在家爆火的手抓饼 我就拿手抓饼做过好多次 各种各样的午餐肉 我拿手抓饼 它稍微软一点的时候 给它放一大片午餐肉 放两片 放荒涩涩的肉 然后给上面盖上煮好的火鸡面 然后再给它包起来 再放到烤箱里面去烤 拿出来一咬 外酥里嫩 还有肉还有火鸡面的味儿 很好吃 大家可以试试 因为我没有放太多水 也没有放太多奶 所以它这个 上面的咖喱汁 它还是挺咸的 拌米饭刚刚好 这个大块头 我还一直都没有尝 甜 香甜味 外面这层 菠萝皮酥酥的 里面放了黄油 它有那么一点点咸 突然一镜头看到了我头上的头声 来大家说实话 你们觉得头声好看吗 我觉得超好看 但是为啥有人 说起来就好伤心 我这个头声刚到的时候 我拆完快递 立刻拍了一张照片 发了小号 我说跟你们分享我的新头声 结果好多人都说像灶花 像泡泡网 大雪还说 会不会人家的泡泡网里面的球球 都是新型的 你的只是圆球球 所以你的还不如泡泡网 你知道那种感觉像什么吗 就像是 自己家的孩子 把他带到老公家里 遭受到了婆婆公公的嫌弃 好笑哦 好像这种感觉 调了三下 这是第四下 调到了我旁边的菜叶 算了先丧着吧 那还剩了几片腐脆面包 没想到腐脆面包里 今天的午餐肉 也没全用完 一共用了不到十个吧 八个还是九个 还松了 其实像那种 早上早起的那种上班族啊 真的建议大家 就是买个那种早餐鸡 这边可以煎蛋 这边可以煮东西 然后也可以蒸蛋 然后这边还有面包鸡 就是那个一体的 那个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 它很便宜 好像是 但是这种菜叶子鸡也非常的不错 很合适 就我真的建议所有人啊 我们家里真的应该 拥有一个烤箱 即便没有微波炉 也是应该拥有一个烤箱的 烤箱能用的 烤箱有用的地方真的好多 就比如这个面包吧 我去已经放了两天了 但这么一烤 它还是很好吃 甚至比便利店刚做的 你刚从便利店买回来 只拿微波炉加热一下 那种都好吃很多 今天的最后一个 没想到聊到最后的是它呢 我这个里面的午餐肉 就是厚鲜的 鲜的稍微厚一点 我给夹的这里就更好吃 突然发现 现在我今天喝的这里才吃 八成肉 现在吃了 10点75 其实平常啊 这都算是我晚饭时间 但是我现在有把自己的晚饭时间 一点一点往前面提 然后夜宵时间 一点一点往前面提 今天让自己早睡 尽量不可可乐 大家要不要记得养生哦 我爱你们 晚安 回到一分钟 拜拜 好 咱们 早起来 晚安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